現今夫婦離異 家庭破裂的個案很常見 但仍然有一班人願意站出來 和人宣說婚姻是可以一生一世 在2月14日情人節當日 一對對穿著婚紗和禮服的男女 在不同的地方來到洛杉磯拍殺滴臘 他們帶著不同的故事 但就有同樣的順年 因為我們覺得家庭是社會的細胞 是文明的根基 而我們現在的家庭受到了巨大的挑戰 所以我們覺得我們有必要站出來 去宣誓 因為社會很多人不相信婚姻了 我們要相信婚姻 要大家相信婚姻是美好的 我覺得非常有紀念的意思 在上帝面前重立盟約 因為我們走過三十年風風雨雨 我覺得說上帝的祝福 上帝的感恩 我們曾經紀念的 別吵架 各種已經到了離婚 那種已經去離過婚 但是我們現在 因為六年前認出上帝以後 我們明白 我們自己的婚姻價值觀是錯誤的 我們所做的一切都是在犯罪 當我醒過來的時候 我們兩個人向誰悔改認罪以後 我們今天所經歷的婚姻 那完全是不一樣 我覺得這個婚姻家庭是一個很有重要的 對我們家庭來說 對我們人生來說 任何的成功 它媲美不了一個家庭的成功 所以這是一個很有意義的活動 哈利路亞跟謝祖父 我們要守衛我們的家庭 所以我們要參加這個活動 然後向世界宣告 我們要守衛幸福的一家 一男一女 一生一世 幸一 這個是由國際婚姻家庭協會 國際真愛家庭協會 和大洛杉磯教會網絡主辦的 第三屆國際婚姻家庭節 大會希望透過這個活動 讓人看到婚姻的核心價值 美國的最高法院重新定義婚姻 這個事情帶給許多持續 傳統婚姻的人很大的衝擊 我們認為這是一個非常恰當的時機 然後在美國這個地方 我們一起來正面地宣告說 我們持守傳統的婚姻價值觀 我們持守聖經的真理 大會當日安排了台灣 和美國歌手獻唱 還有由聖經創世紀 雅歌等故事所改編的舞蹈演出 以展現出珍愛的美麗 這次是別開生命 因為這是一個國際 我們跟不同的團隊一起合作 一起配搭 很愉快 然後也很挑戰 我們要面對方方面面 有我們接待從中國來的 有從新加坡來的 有從台灣來的 然後也有我們本地 不同的教會 不同的機構 還有不同的媒體 跟我們過去所熟悉的 都有新鮮的地方 有新鮮的挑戰 當日還邀請了來自中國的 嘉南詩歌作者小文 編唱他自己所編寫的詩歌 來感謝上帝和他的丈夫 就讓我們走到一起 才能完全 十三年之後就是為了我家 那首寫的詩歌 後來他聽電影 我就走到前面問我說 原來這首歌是寫給我的 我說啊 每個人的所作所為 都要記載在歷史當中 後來我說你要不要把工作放下 和我一同努力前往收割莊稼 他說到後來再等十三年之後 其實現在還沒有再等到十三年 他也會偶然出來給我 一起佩達福祉 我們將榮耀再次給耶穌 大會的高潮 是數十對夫婦 一起在台上重定分盟 那家充滿關愛和羞賞 又有責任的擔當 更有真理和訊懷 接納以原諒 今天的問題就在於 我們看到這個婚姻和家庭的城牆 已經倒塌了 已經被毀壞了 所以我們需要去重修 婚姻家庭的倒塌的城牆 那麼對很多在絕望中 沒有盼望的人們來說 他們可能會重新地點燃起 他們心中的那種愛的火焰 我們相信假如說 我們全世界各地都有這樣的盟約 然後這些夫妻們願意經常的 甚至每一年都來參加盟約 我們現在有很多夫妻 他們說我們每年都要去 每年都要參加這個盟約 不斷地重溫 這個婚姻和家庭是什麼 真道之愛是什麼 是一男一女 一夫一妻 一生一世一心一 他們有這樣的信念 同時這一個群體在一起 我相信會對他們的婚姻 是一個很大的堅固和祝福 堅守聖經真理 活出基督的見證 盼望可以祝福到 這班夫婦和他們的下一代 是一位